所以当这太太出院的时候呢 她就要求她的先生开车带她到公园去 那这个太太平常是非常喜欢唱歌的 但是她的声音是非常小因为她很害羞 通常她唱歌的时候你都听不太到 甚至她的先生只有在她太太在洗澡沐浴的时候 才能稍微听到一点她的歌声 那这时候太太就要求她的先生开车送她到公园去 然后到公园以后那时候人不是很多 她要她的先生扶她进入到树林里头 确定周围没有任何的人 然后这个太太就用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 在那边唱诗歌赞美圣 唱完之后 这太太就跟她先生讲说 我要去见耶稣 我确信在那时候 我的唱歌会比现在还要更好 过了几天之后 这太太就安息在主的怀中 这见证让我们看见 一个有信仰的人 怎么走过这条路 怎么面对这些的苦楚 或许你今天 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你心中也一定有很多的苦楚 做母亲的人 可能孩子不听话 觉得好像劳碌了半天 没有什么正面的果效 做母亲的人 花心了各样的心思意念 来教养孩子 可是好像跟人家比起来 自己的孩子好像不如别人 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要鼓励你 我们所做的一切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孩子带到主面前 不是在乎他们上什么学校 而是在乎他们有没有爱 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 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所做自占 自信的苦楚 是为了成就那几重 永远无比的荣耀 我们尽力的做 但是我们也要放手 也要交托给神 我不晓得你今天情况如何 但是不要灰心丧胆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挑战的时候 不要惧怕 让我们刚刚所谈 耶稣基督的应许 让我们刚刚所谈 属灵更新的实际 让我们刚刚所谈 神奖赏的等候来鼓励我们 说我们不要灰心丧胆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奇妙荣耀 这奇妙荣耀 那就是圣经上所讲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只要我们在神面前 带着一个无亏的良心 我相信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都得着我们当得的奖赏 求神赐福我们每一位 特别是我们在当中的母亲们 好吧 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 除你以外 愿之有诗歌 成为我们的 向神的一个祷告 祝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祝你以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祝你以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祝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 渐渐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祝你以外 祝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祝你以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祝你以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祝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祝你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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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天父我们众人在你面前 我们心中都多少有重担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把这重担放在你面前 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你爱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引擎都要显出来 那时候个人就要从你那里得着称赞 也帮助我们 即使我们碰到许多的困难或是委屈 但是我们知道 你的眼目一直地垂顾我们 你知道我们心中的隐形 让我们向你来敞开 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力量跟安慰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渴慕每一天 像保罗一样 我们内里的人能够一天心事一天 主要帮助我们真正愿意执着地 在你的话语跟祷告当中 让我们真正愿意下定决心 在每一天当中亲近你 让圣灵来更新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确是不一样 因为圣灵的工作 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能够有 正确属灵的比较 不是跟别人来比 不是看别人的儿女 不是看别人的配偶 不是看别人的成就 而是愿意用今天所遇到困难挑战 跟将来 你要给我们的永远的荣耀来比较 让我们知道在这后面 都有美好的旨意 让我们学习 像世人所讲 我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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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此说话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听我们的祷告 抹干我们的眼泪 既然地我们的信心 赐给我们喜乐 这样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请坐 阿们 伍 몸 阿们 倘總 辣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